诶?今天没有做头发的? 来不及,很赶耶 哈哈哈哈 我老耶 没有做头发都已经死到了 怎么赶不进? 我做工啊 如果我在做头发的话 我觉得你的脸会黑到像包工匠耶 真的耶? 啊 幸好我跟那个罗瑶聊天聊到很久 哇,幸福耶,永耀在哪里啊? 永耀在社交室 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 Eco Addance的 HIGH-END RESIDENCE前面 这个是上一个FACE的 我们现在新开始的是 我们那边的TWI TEMU的第二个FACE 那个会在2026年建好 恭喜TWI FACE1的买家们 这个Project 已经拿到了 The STAR PROPERTY AWARD 2021年 FAMILY FRIENDLY AWARD 和AXISTANT LIVING AWARD So,我们这个Project 是不是非常low density的 因为哦,它是在6.6个地域的地 它才建了一棟罢了 which是330间而已 非常low density 对 如果你是一个发展商 想要数钱,数到手抽筋的话 你会在这样大片的地域 6.6个地域的地域 你会建多少间? 330间而已吗? 而且每一间都超过1000 TWI的名字呢,是代表丰收 发展商是用每一个买家 TWI住进来过后呢 可以在每一年都过一个丰收年 所以才把这个Project 命令为TWI 而且我们的发展商 它的SKILL MODEL 画到怎样 建出来的就是 Exactly跟我们的SKILL MODEL 是一样的,你看 那些水池啊 我们的Security guard house啊 我们的lobby啊 它的BROCHER里面 它是怎样画? 它建出来就是跟我们的BROCHER一样 这样子呢 以后我们客户进来了的时候 就是它也会比较容易maintain 你的maintainance fees也不用那么的高 而且不会容易过时啊 它的这种设计 因为你不会说那种很浮夸 你看他们的设计 他们的底色 所以会比较耐久一点 耐看一点 如果你的设计是好像很浮夸这样的话 你的maintainance cost又要高哦 那样子你的maintainance cost高的话 当然会从客户那边收maintainance fees嘛 它可以来maintain那种比较浮夸一点的设计 所以我们的这个发展商 跟他们合作比较久了过后 我觉得我们这个发展商 它是比较实际还有求纹的发展商来的 通常他们会先把一个project 这个face他们先卖完了先 他们才会launch第二个project 所以好像我们之前这样 我们先卖完了这个face1过后 我们才launch我们的face2的 这样子他们可以确保他们的资金是流通的 而且可以把很好quality的产品呈现给顾客 看一下我们的sipsgallery啦 过来 欢迎我们来到我们sipsgallery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skill model啦 so 6.6个acres of freehold land under residential title 你看才一栋楼而已 非常的low density 我们最高是到28层 而且哦 你的前面改次哦 还会有一个clubhouse 改次你要跟你的家人啊 来朋友啊 来玩羽球啊 来玩南球啊 我们这边都会有三个那个羽球场 还有一个basketball court的 所以你可以跟你的朋友啊 那家人来玩 而且不需要加车出去 只是需要走过那个link bridge 就可以到这个clubhouse小的 非常的方便 然后我们的parking 我们的parking是在后面的 所有的facility 我们都是在ground floor的 我们这边将会有一个25m长的水明铺 里面也会有那个cork reading area meeting room 我们的car park跟其他的project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他们会把他的car park 建在外面这一边三层楼 所以他这样子建 我们买这个是为了要保障 买下面的residence哦 他们不会听到那种car park嘈杂的声音啊 然后过后我们这一边的car park 他都会有那个lift的有楼梯 每一个客户都可以拿到两个car park 而且是side by side的 不用担心是tandem的car park咯 我觉得住condo很多时候 如果你的car park是在第七第八楼 每一次进出都会很麻烦 其实另外一个好处 这个condo的car park是在旁边哦 其实你回家不用转到这么多圈啊 这一边还有function room 所以改次你们有什么brother party啊 有什么gathering啊什么event 可以来这个function room这边举办 这个就是他的function room 还是有什么party啊有什么event啊 可以来这边举办一下 来来我们show room了 我们这边有两个type 每一个type都是超过1000sqft以上的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type先 好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project的设计 跟其他的project跟其他的项目不一样 是因为他们比较啊体贴一点贴心一点 你看他们都会有rems的 所以哦改次有老人家有小孩子 还是你们去passer啊买了grocery 回来推tory的话哦 这个都很方便你们的 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入口我们的门口 比其他项目的门口哦 扩一点点 如果拿了小时光的话那些妈妈们呢 会很开心的一点就是 你们的kitchen cabinet会已经装好给你们了的啦 因为我们这边呢会送kitchen cabinet stop and bottle 然后还有包括这个back splash哦 然后妈妈们呢 最头痛的东西就是洗碗啊对不对 还有洗他们的walk 我们会给你们这个一个这么大的sink 所以改次妈妈们呢洗walk的时候会很方便 接下来来到我们的这个yak 我们这边呢 妈妈们可以设计自己喜欢的dry kitchen 你们喜欢怎样的设计都可以up to你们的 然后我们这边可以做dry kitchen 然后改次你们煮饭的话 可以把这一边的门关起来 这样油烟呢就不会跑去你们的客厅啦 然后这边可以放一个洗液机 跟那个dryer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发展商哦 他好像在4SG一个他自己的家这样子 因为哦通常那residencial的项目 是不需要给fire springer的 可是我们发展商是他会在每一个房间 还有我们的leaving room都会装上这个fire springer 他想要给他们的租户们客户们感觉到他们住在这边是安全的 那个安全的保障 妈妈们如果有很多东西很多碗碟要放的话 这边还可以见到一个island kitchen cabinet 可以放你们的碗碟那些 又或者是关你们的红酒杯 就会多一个地方用了咯 然后我们这一边呢是很阔的 因为我们这边是有12尺 所以你们还可以放6个人做的那个吃饭桌椅 也放原座也可以 长行桌子也可以 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客厅是非常的大的非常的阔的 可以放一个L ship sofa 又或者是妈妈们呢 可以在这边放一个小孩子玩的去 如果妈妈们在那边厨房煮菜啊洗碗的时候呢 你宝宝在这边 你也不用担心 因为你可以因为他很阔 所以宝宝可以在这边玩 在这边读书 你妈妈们可以在那边做家务 这一个sliding door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material是很好的 因为我们这个项目它是有点在一个小山丘上面 所以在晚上吹风的时候就是会蛮凉爽的 所以发展上它特地建了这么好一个quality的sliding door 所以哦 不会有风声 不会有杂音 这样子在晚上的时候 来我们来看一下还没有什么 我们这个项目还有什么特别的设计 就是我们这个balcony 它会有一个勾曲 所以哦 在下雨的时候就是我们不用担心会有淹水的问题 来看一下我们厕所 有什么特别 你看我们厕所都有ram的 所以啊 in case 欢迎那些好像有人他们做了手术不方便啊 还是刚刚生产完的妈妈们啊 都不用 他们这种设计呢都是很贴心的 都是为了方便每一个客户 他们都确保他们的这个project 0岁到100岁的人都可以做 有点夸张啊 然后这边有两个touse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厕所会给两个不同的touse给客户们 而且它的牌子厕所牌子呢我们会给similar brand哦 which is sorrento 然后我们也会给一个water heater 我们来看我们的这个第二个房间 so它每一个房间呢都是四四方房的设计的 which所以呢每一个地方都可以fully utilize 也是我们哈华人喜欢的设计的 因为它不会有二种死角 然后每一个房间都可以放一个queensize bag 还有可以放一个ward drop 还有一个桌子 so我们来看我们的这个小房 就算它是小房都好 就是你都可以放在一个queensize bag的 小家庭的话你们这个房间可以做成书房 又或者是做成workingward drop 都没有问题的 这个是我们的主人房啦 看一下主人房的门都大过其他的房间的都特别不同 而且它另外一个很特别的设计就是主人房的厕所 它的门是可以让两个人同时进都没有问题的 当你做了工回来很累的时候 你这边有一个buff tub 然后你放一点虚拟草的精油 然后你可以来放松 是不是很完美叻 比起其它像我是不是 它厕所是可以放到buff tub的 很少我很少卖condor的project 是可以放到一个buff tub的 so现在我们去看第二个type的layout 前2sqft 然后我们看一下那个前2sqft 跟那个前1sqft 它是有什么分别 ok so现在我们来看这个typeB的layout which是1216sqft的layout 我们看一下它跟前1sqft有什么分别 然后它进到来它还是有ram的 而且我们发展商给顾客的tiles 是这个anti-slippery porcelain tiles 来到我的新家 然后拿来锁食共和设施 这边的titchen cabinet 也是会built in好给你们了的啦 妈妈们一定很开心的 你们煮饭的时候 这边是一个vacation给你们了的 然后你们可以设计你们自己的vacation 你们喜欢怎样的设计都可以 而且你们煮饭的时候 那个油烟味都不用担心去到客厅的 因为这边会有一个门 你们可以把这门关起来 然后你们就可以煮饭咯 so你看我们的这个客厅是很大 你可以放一个圆圆的六人座都没问题了 你要放那个长方新桌子也可以 圆桌子也可以 可以看到我真的很大我们的客厅 其实我这样子录的时候 客厅非常大 嗯 对 weekend的时候啊 family可以在这边大家一起看电视啊 又或者你在这边玩那种 跟你的小孩子玩那种games啊 Lego啊都没有问题的 都有足够的空间给你们玩 我们的桌子是一样的啦 我们的这个桌子也是一样 然后他的那个也是有做一个勾曲 那我们这一边的这个这个户型的设计 跟那个chain square foot有什么分别 就是他把主人房分开 跟另外两个房间分开 所以这个有些主人房哦 有些他们比较喜欢有自己的饮食的话哦 你们可以选的这一个户 然后这边那一组女主人 还有自己的makeup的地方 你看他的门哦 比起其他的项目project的门哦 都快要宽 嗯 因为他四车的 大多数都是三车啦 对很宽 你看他的门 所以比较丰满一点身材的客户都不用担心 你都是可以过到的 可以做小孩子的房间 你看我们这个房间超大的 真的很大 你放了一张床过后就是 你这边还可以放ward drop 你这边还可以做长行的那个书桌 很大 你这边哦 这个房间大到你可以这边整片做成ward drop 然后你这一边可以做成长行的书桌 很大这个设计 比刚才那个110m2的还要大 它的二方 ok so今天的影片就我们先录到这一边先 可是before我们结束的话 我觉得我们可以做一下一个总结 就是toy residents 怎么样的一个感受 觉得这个项目好还是不好 我们会想三个不好的先 三个不好的 嗯 car park car park 因为它的car park 没有在楼下是在外面嘛 而且有些car park 会离entrance有点距离 虽然它有一个weatherproof的link bridge from car park 回到自己的家 就是 就算下雨你走那个link bridge的话 那一个雨也不会 就是 淋湿整个那个link bridge 可是 我本身如果要每次回家 要走45m回到自己的那个lift lobby 再大lift上去的话 我可能会有一点嫌弃 可是你可以选择那个户型是靠近entrance的 嗯 所以你before你选择单位的时候 你可以问一下你的 可以问一下我们 就是 那一个car park是在哪里 嗯 嗯 而且 45m也不会 坦白讲也不会讲很远啦 嗯 可是 car park 这样子的design的好处就是 第一它的construction cost 降低 所以price per square feet 也比较便宜 所以在Certia Alarm 这样 在EcoArend 这样prime的一个location 呢 还可以用1550 per square feet 去买到这样子的一个project 其实是非常难得的 第二个不好咧 第二个不好是这边它下面哦 它没有那种大型的shopping mall 嗯 因为我们这边附近都是residential area 对啊 你是喜欢住在来shopping mall下面 呃 啊 shopping mall上面 我不会很喜欢啦 可是有些客户哦 他们是喜欢 自己走下去就是shopping mall了的 因为他们讲哦 我要方便买groceries啊还是什么 可是我觉得买到toy的customer 他们都是喜欢宁静安静 嗯 对因为它附近周围都是residential area 对 喜欢下面有commercial的customer的话 它应该不会选择这一个项目啦 对 它应该会选择其他的项目 对而且这个 这样子的项目我们也是有卖 可以在下面comment below 我们可以发一些资料给你看 呃 但是这个虽然它下面没有大型的shopping mall 可是如果要做groceries的话 可以驾一个5分钟的车程 我们就可以去到jaya grocer了 对 还有一个7分钟的车程咧 就可以去到satia city mall了 也是很方便一下的 对 OK然后第三个不好 第三个不好就是 如果 呃 我在KL做工的话 这个项目我 应该是 不会在我考虑范围之内 在KL做工应该不会 选择这个project吧 哦 对对对 因为这个project都是卖给巴生啊 或者喜欢satia alarm的人啊 或者front shark alarm的人啊 嗯 在KL做工的应该不会选择这个项目 除非投资而已啦 它的facilities有一个问题就是 也不是说问题啦 就是不懂大家可不可以接受就是 它的那一些facilities呢 就是围绕着ground floor 嗯对就只是在ground floor而已 还有facilities 但是你要做gymago就去游泳的话 这样你就会很喜欢 因为the gym room跟你游泳池就是在同一层楼啦 那么我们讲完不好的 现在我们讲好的吧 所以在你心目中三个twice residence的好 第一点 就是 它的这个设计哦 我觉得很贴心 它的设计细节 因为我没有 我卖过这样多项目啦 几个项目啦 就是 这 这个项目是 它的设计是有考虑到那种 老年人啊 小孩子的 因为它会有ramp 然后它会有装fire sprinkles 因为装一个fire sprinkles 都不便宜咧 而且是整个buildings哦 而不只是一个单位 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 基本上发展商不需要去做 可是它额外去做 不管是ramp 不管是fire sprinkles 然后它control整个project的density 6.6个echress 它只有330间 so它control整个项目的density 我觉得这个是发展商做到非常好的一个 我觉得它们就好像在设计自己的家 设计自己的家 如果s 就好像自己的家人住在 住进来这个condo的话 我要怎样保护我自己的家人这样子 对 我也会很安心耶 就好像我在外面做工的时候 因为它们给的tows 都是anti-slippery porcelain towels 这种porcelain towels 会比较贵一点的 其实它们成本会提高的 我觉得第二点就是在这个环境 在这个location 可是它的那个price and square feet 可以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程度 因为compare surrounding 其实我们都知道它的price and square feet 可能比surrounding便宜或者低很多 很affordable 就是这样子的quality 这样子的location 然后这样子的density 可是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价钱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而且它的这个每一个tows是1000 square feet 通常现在1000 square feet以上 那个价钱是要蛮高了的 而且是在equal ardent这个地区 可是它们反而是没有提高它们的这个价钱 就是 就是 Face 1卖到非常好 Fully sold out Birai usually Face 2都会很贵 或者起价很多 提高很高 可是没有没有这样子做 所以真的是很棒 我觉得第三点很好的这个项目就是 它将来住进来的neighborhood 因为它这边的owner基本上都是比较有 过得去的 financial比较stable 对因为我们在这边卖了很久嘛 就是从Face 1到Face 2都是 我们都会在这边的neighborhood 将来住进来的neighborhood 那些quality都非常好 而且它的四周围是不复杂的 嗯 我们这个 我们不是zero down payment 所以你买我们这个项目 你不需要给down payment 这个就已经是filter了 对filter很多customer了 买到这个twai项目这个customer 就是他们的financial wise 是很stable 可以算是很strong的 我有几个customer也是director 那些来的 好啦我们的影片就到这一边 如果有兴趣想要来看这个项目的 可以在下面联系我们 写pm 然后写pm 然后comment 然后我们的团队会跟你们联系啦 bye